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府向我们订购了一千万剂疫苗 大概是这个事情 所以大家咚炸了锅了 和他怎么先说话了呢 那可能是真的呀 这个没错啊 好 今天呢 来了 来话了 来什么话呢 因为我昨天引用了一下这个赵少康的一个说法 赵少康的意思就是说 陈志忠你下台吧 他希望蔡哥哥你赶紧站出来主持公正吧 陈志忠无能 蔡哥哥你来指挥 我昨天的说法就是 不是陈志忠无能 其实过去一直就是蔡哥哥在指挥 只不过蔡哥哥的话是透过陈志忠来说出来的 对吗 有一张照片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 就是陈志忠坐在这边 蔡哥哥坐在那边 陈志忠呢 那鞋呢脱下来了 露出一只臭袜子 让蔡哥闻一闻 蔡哥闻的还挺香 夸奖一下不错 这味挺臭 不够臭 再臭点 有这么一张照片 对不对 所以我当时就认为 我一直认为陈志忠就是一个木偶 蔡哥哥一直在指挥这场 所谓的疫情的事情呢 但是呢今天蔡哥哥真的跳到第一线来了 干什么来了 蔡哥哥做了一个直播 发了一个视频 讲了一个八分钟的话 紧接着又发脸书 有这么个新闻 我们先看看这个新闻 然后我们再说吧 新闻的标题我就不想念了 标题也很烦人 不想说这个人 我们就说整个新闻的内容 好 内容是这样的 国内疫情不断升温 各种疫苗采购传闻不断 蔡31日下午点 在总统府针对防疫工作 与疫苗进度发表谈话 蔡表示 接下来将进入大规模施打疫苗的阶段 而行政院政委唐凤 也在设计预约系统 让大家知道 自己可以在何时 何地施打疫苗 不过不少网友质疑 没有疫苗 是要预约什么 卫福部三十日宣布 与国产高端疫苗完成采购最多一千万剂的新冠疫苗合约 但对疫苗究竟有没有信心 高端疫苗临床实验主持人台大感染科医师谢思民就坦言 根本无所谓有没有信心 我们十一个临床实验主持人都还不知道实验解盲结果是否成功 政府就先下单五百万剂 联雅也是 哎 这个新闻啊 这是新闻内容 虽然新闻不长后边还有我就念到这够了 我觉得已经足矣了 后边就都废话了 先说说蔡哥哥 蔡哥哥呢 突然跳出来了 他这个视频讲话呢 我也看了 虽然看了我很受精神摧残 但是没办法捏着鼻子 捏着耳朵 得把它看完 看这小子想说什么 想干什么 对吧 既然他跳到第一线了 他就告诉大家 我是这次真正的掌舵人 陈世忠你靠边我来 为什么他来 因为有点压不住了 压什么不住了 有民间的团体 有郭台铭这样的人 也有张亚忠这样的人 甚至一些其他的海内外的各个地方的人呢 都说要捐赠疫苗给台湾 你不是说你买不着吗 我们能买到 那我买的是真的捐赠给台湾 这时候蔡哥要挡 挡不行 不许 陈世忠挡不住了 所以蔡哥哥跳出来挡 挡就告诉大家 你们不许了 我们已经国产疫苗要打了 就是这样 蔡一跳出来 那就真得挡 为什么真得挡呢 因为有人建议了 说你们定了疫苗以后 你们不用给总统府写什么申请 就直接发货 货到机场 看蔡哥哥 拿什么警察来截获这批疫苗 这个东西啊 他一定会这样干的 你要真发货 他就让警察在机场给你拦截 给你扣一张帽子 说你这批疫苗是假的 给你销毁 很可能他们干得出来 你就往最坏的想吧 有多坏 你想多坏 他们一定干得出来 但是他们敢不敢发货我不知道啊 但是现在已经有这么个迹象了 在这里说了 所以蔡哥哥公开跳出来一压阵 就是所有的台湾的老百姓 你们马上就要施打了 施打什么呢 你们施打那个预约那个系统啊 唐凤给设计的系统啊 你们施打的全是国产疫苗 没有一个外国疫苗给你们打 你们就得给我打国产疫苗 你们不愿意打 死 去死 想活的 就在这打 这是第一个信息 第二个信息呢 就是这个疫苗厂家的 所谓主持人 就是他主要的那个主任呢 主任工程师啊 他们到现在透出来的信息 就是这二期临床实验还没完呢 等这个到七月底八月底完了之后 这个结果是什么 是成功还是不成功 现在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是来自于科学家的信息 既然都不知道 政府已经订货了 所以就不存在有没有信心的 有信心也好 没信心也好 拿去打 再说还做什么实验呢 那意思是不用做实验了 你就拿去打吧 他爱成功不成功 现在就是不成功 以这种态势 我也认为 蔡鹅鹅鹅的下令 这个实验已经成功了 不成功不许说 就成功了 给台湾人民就打这个不成功的疫苗 打 打死他们 那是他们的事情 反正不成功也得成功 成功也得成功 所以这科学家就说 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有没有信心 不要信心了 就配完以后拿去打去吧 还做什么实验呢 实验都不要做了 反正现在第二期实验 蔡鹅鹅已经说了 已经成功了 政治已经凌驾了科学之上了 不要科学了 反正台湾老百姓 我就不让你打国外的疫苗 我就让你打国内的 因为打了国外的好的疫苗 你们能够活下来 你们能够保证你身体健康 你们能够防止那些病毒 你们想打国外的疫苗 我不让你打 你们就得给我打这国产的疫苗 国产的疫苗能不能防病毒 我不知道我也不管了 能不能打死你 我也不知道了 反正你就得给我打这个 等唐凤把这系统做好了以后 老百姓不是预约吗 对吧 预约肯定不是他们那些人 老百姓都是 所以老百姓请你上唐凤的系统 预约完了以后 我给你打 大规模的 怎么叫大规模的 一千万剂呢 对吗 两千万剂呢 今天变成两千万剂了 加了加码了 所以第二期实验 不用做了 不用做了 你就给你打了 执意给你打的是尿啊 还是屎啊 还是什么毒啊 不管了 反正你打 这个信息就告诉我们这个了 当然刚才我还听了一个 另外一个节目的说 我看了好多节目 今天 另外一个节目说 国民党的高官讲话了 我先别点名字了 点名字点人家不高兴了 高官讲话 就是冲着蔡哥哥 他的意思是说 蔡哥哥 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其中有一句话听我说 他说 你要挣钱 我们没意见 我们要命 我再说一遍 他说 你要挣钱 我们没意见 但是我们要命 我听完了以后 我这个觉得这句话 怎么搞的 这句话说完以后 我觉得很不顺耳 把它拆开 你要命 是是 你要命 人人都要命 不用你说 人人都要命 老百姓也要命 不是你国民党的上层要命 人人都要命 但前半句话 你要挣钱 我们没意见 这叫什么话 他要挣钱 你没意见 他挣的什么钱 免费的疫苗进来了 钱打出去了 你没意见 这国产疫苗还根本就没成熟呢 款打过去了 你也没意见 这叫什么话 我觉得 这就说明整个国民党上层 在钱这个问题上 蔡哥哥已经给他们喂饱了 钱你也挣 不是你没意见 是可能你也有好处在里边 所以你当然没意见了 如果你没好处的话 你平时没意见 你是个立法委员的 你可是个什么什么官呢 你还是反对党的 对吗 一个反对党 对执政党这么黑钱 他说他没意见 他说他只想要命 只想活下来 那太好了 那蔡哥哥就要这个 你不想活命吗 行 什么都崩管了 我给你点东西 让你活着 你要想管我的钱 我杀死你 不就这意思吗 一个反对党的领袖 怂成这种样子 这还叫反对党吗 到现在 你注意看 现在老百姓已经骂翻天了 实际上嗓门已经非常大了 你看那些节目里边 已经所有的脏字都骂出来了 有几个人 有几个地方没声音 国民党的上层没声音 国民党的一些立法委员 主要的立法委员没声音 立法院没声音 赖清德没声音 苏贞昌没声音 好多奇怪的现象 赖清德去哪了 赖清德应该是医学专家 又是副总统没声音 没了 冷宫冻起来了 苏贞昌迈过去了 陈时中直接财厄 财厄陈时中 没有别的了 苏也没有了 现在呢 问出来民间的一些声音 非常非常大 但是呢 民间显然没有办法 显然无力 蔡这个政府 我最近有一个感觉啊 这两天我在想啊 说他变态 都太便宜他了 他不是变态 他这种现象呢 我觉得他在发泄一种 他内心中的愤恨 他内心中的有一种憎恨 憎恨谁 不是憎恨中国大陆 我觉得 他不是憎恨中国大陆 蔡哥哥内心当中 我感觉他在憎恨 所有的台湾人民 为什么我这么想呢 因为这样的做法 真的不是一个 正常人的思维方式 小偷啊 我过去说 有人特别傻 二傻子 我们叫二傻子 这个二傻子呢 在班里边啊 学习啊 都是最后一名 但是呢 他在某一个地方 某一个领域里边啊 一点都不傻 怎么不傻呢 就是偷你东西 撒谎 一点都不傻 正常的人呢 他如果做了坏事了 做了不对的事情了 当老师批评的时候呢 他会脸红 这属于正常人 因为他有伦理道德 在心目中装着呢 今天你做了一个措施 比如说你作业啊 我先我们在这个上中学的时候啊 班里边就有这么一个 我们叫他二傻子啊 人送外号二傻子 老这样呢 班里边学习最不好了 所有人都讨厌他 有些学生呢 他就是很正常 他如果在写作业的时候 被老师发现说 你这个作业 怎么跟他是一模一样 是不是你抄袭他了 他会脸红 一看的话 小孩的不会撒谎啊 所以老师一说 你这是不是抄他的 嘟 脸就红了 得 这就承认错误了 这就属于正常人 正常人他知道 撒谎是不对的 说抄袭是不对的 但是呢 那种二傻子呢 你别看他做作业不会 他不及格 永远不及格 大家都不理他 有一点脸不红心不跳 什么呢 就是偷东西 我们有一天班里边 一个同学啊 有一支笔丢了 那个笔呢 就是比较好一点的笔 一般我们用的笔 都是比较刺的嘛 他那支笔呢 就特别好 我们上课以后呢 都看见 你这笔什么颜色很好看 什么好看 他说啊 这是我舅舅给我买的 好 早上起来呢 大家全班都知道 他这支笔啊 特别好看 都特别喜欢 课间呢 有一个广播体操 广播体操就是有15分钟 所有的学生都出去 到这个操场上啊 去做广播体操 1 2 3 4 这样啊 好 都出去了 等资产广播体操 回来以后呢 一上课 老师又上课了 就那个 有这支笔的同学呢 就 我笔没了 笔丢了 就在这20分钟里边 他笔丢了 没了 嗯 老师 这怎么事 这个 就问 谁拿他们笔了 所有人都不说话 就说我那时候 叫人送外号 二傻这个 就坐得离他的位置 挺近的 隔一个 然后呢 被偷的这些人就说呢 老师 他偷了我笔 然后那个 老师说 你看见了吗 说我认为 他偷了我笔 然后这个老师呢 就问那个二傻子 说你偷他笔了吗 哎 你看 这时候这二傻子呀 脸不变色 心不跳 没有啊 我也去做 做抄去了 我做抄去了 我做抄去了 也说这个老师呢 就走过来了 把你的书包打开 我看看吧 好 结果这个二傻子呢 一打开书包 得 这支笔 就在他书包里面了 这时候呢 他也不说话 谁给我书包里面的 来了 翻赖了就是 你看 这个二傻子 他学习不行 但是呢 他偷东西 贼快 就是在所有同学 都出了教室 去做广播体操 他是从最后一个 从教室里出来的 等这个学生走了 他在出来之前 搜一下就把那笔拿着 随在书包里边了 然后他也去做广播体操去了 然后跟着大家一起回来了 所以谁都没发现 任何人都没发现 但是这个被偷的孩子呢 就觉得是他偷的 所以就报告老师 笔没了 老师呢 就真的就从他这个包里边 就把这个笔给拿出来了 当时我们全班同学的看完以后呢 他 哎 绝不脸红 绝不心跳 也绝不承认错误 哎呀 怎么跑我这儿的了 老师也拿着没办法 行了 还给你吧 就还给他了 这个事情是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在某一些方面很傻 比如说蔡哥哥吧 他考不上博士 他读不了博士 但是这种人呢 在另外一方面 贼精 贼坏 贼黑 贼恶 你想象不到的地方 他能想象 哎 但是他 做完这坏事以后 他还 还能面对镜头 还能这个那跟你说 这就是他们的本事 他们这些人 没有一句话是真的 你对他任何话 你都不能相信 所以今天蔡哥哥面对镜头 站出来了 为什么 不得不站出来了 陈时中已经压不住了 脸一抹 我就出来了 干什么 告诉你们全体台湾老百姓 注意老百姓 唐凤出来了 唐凤是他的一个手下的一个工具 你们将来就打唐凤这网络里边定的这个疫苗 别的没有 他的说话含义就这个 八分钟左右的说话 一大半三分之二都是说这个疫苗怎么怎么着 蔡哥哥出来说话 没有对那些中了病毒的 没有对那些失去生命的这些台湾人民 做任何一句的安慰和歉意的话 一句都没有 在他的心目中 你死了活该 你死的还是太少了 你死多点 你们才打这疫苗呢 这就是他的心态 你看他那表情 没有忏悔 没有道歉 现在人们这么慌张 这么担心自己的安危 他一点都没表现出有关心的态度 他只是说 你们有点想法 别动 我这有 马上给你 你就打这个吧 没有任何的余地 没有商量的余地 所以台湾老百姓 你们今后只要透过唐凤这个系统 预约的打的那个疫苗 全是国产疫苗 两千万都已经准备好了 两千万只准备好的话 基本上现在台湾人一人一个吧 全是国产的 进口的国外的疫苗 甭想 别想 你敢发货在机场给你拦截 你敢发货在机场给你拦截 给你毁掉 说那是中共的疫苗 他做得出来啊 他绝对做得出来 所以这个事情呢 有的闹了 有的吵了 他越来越充分的暴露 他那种阴暗的内心 那种残暴 那种向社会进行报复 利用他的权力 向社会进行报复 为什么他要向社会进行报复呢 就回到我们这个主题了 他为什么要做票呢 他知道台湾人民没选他 他知道绝大多数台湾人民都没有投他的票 所以他就做票 他做完这票了 但是他心里记着你呢 没投我票是不是 今天我小人得志了 我非整你不可 这个就是他阴暗的内心世界 犯罪心理学没有研究到这么深 不管西方也好 东方也好 他们研究那种犯罪心理学 他们都是从正常的啊 这个人要什么 我没有吃的 没有喝的了 我要去偷了 我去抢了 或者啊 他得罪我了 我要揍他一拳了 这都是很普通的犯罪心理学 像蔡威威这种 这种报复的犯罪心理学 在书本上没有 但是现实当中 他做的是最明显的 现在已经充分暴露了 根本就没有遮挡 一之前还放一个陈时中 甚至想放一个苏振昌 帮他遮挡遮挡 他在幕后指挥 这样的话呢 一出来以后啊 尊重他们 尊重NCC 尊重什么什么 都说尊重 其实不是他尊重 人家不敢不服从你 是你让他干 完了 让所谓的尊重 就是在前面呢 挂了一个帘子 假装不是他 假装是行政院大总管 对吗 假装我的总统 就是一个跟日本天皇似的 我就往哪里坐 摇摇扇子 其实不是 其实苏贞昌 你滚 你要不听我话 你就给我滚 你给我挡住 挡不住的话 你给我滚 没你说话全力 他认为整个台湾 就是他大家长 所有都是他的孙子 然后呢 现在呢 对他好的那几个人 肥 他一定在这段时间 让支持他那几个少数人 让他肥的不能再肥 然后绝大部分的 没有投他选票的 这些台湾的普通草民 格杀勿论 这种道理 就是很明显在他身上 非常明显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将来几十年后 甚至百年之后 这个案例 如果后人能把它总结出来 最后有一天能够把它彻底的曝光出来 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 内心黑暗 报复世界 报复人民 撒谎 欺骗 造假 已经在这个地球上的 公开的在阳光之下 这么干了 少 在这个地球上相当相当少 蔡这个呢 这把下来应该是大面积的屠杀 我们看吧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已经暴露了 但是呢 他就是利用他权力 就得这么干到底了 很遗憾就是 现在在台湾内部 没有人真正的敢出来反对他 我说真正的 不是冲着麦克风说两句话 不是冲着麦克风说两句 老嫂 发两句老嫂 你像柯文哲也好 侯有余也好 这叫发老嫂 你要怎么怎么样 你那怎么怎么样 怎么着了 这已经很明显了 因为这两个人 都是曾经败倒在 他的十六群下的两个人 现在仅仅是出来说 发发牢骚 不是发牢骚 现在 是你要有动作 你要没有动作的话 你还是玩嘴皮子 这个其实是没有用 罗秀燕也开始说话了 就仅仅是说话 按道理说 你这个民众党也是反对党了 你作为反对党 你仅仅是发牢骚吗 不是吧 所以台湾这个政治大戏呢 越严 越肮脏 越看 越没情绪 越往下 我觉得越不想说了 太没意思了 这已经不是政治了 这已经叫罪恶了 我们以前叫政治评论 对吧 政治评论就是 还有一点哲理在里面 政治评论 现在台湾这个事情已经不是政治了 邪恶 罪恶 这个东西在台湾大心其道 百姓呢 越来越可怜 你说在医院他有一个病人 他拿刀子去划护士 这个是一个现象 就是他不知 他已经没有办法了 他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你整个把这个老百姓的情绪 都已经弄乱了 他得病一不得病 回家一不回家 这些东西一切都乱套了 他的大脑已经不正常了 老百姓现在都变成了无头苍蝇的 都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不打疫苗不行了 打疫苗国产的 好的疫苗进不来 在家也不许出去 可是我又没有钱 我又不能工作 这到底怎么活下去啊 这种状态相当不正常 在这种情况下 那个别老百姓他已经不能自控了 这几次反映了出了一个冰山上一脚嘛 就是现在台湾已经 内心已经大乱了 其实 但是呢 他利用了疫情呢 给你压住了 戒严了 这个就实际上叫戒严 说叫封城 其实就叫戒严 就是利用这个理由 给你弄在家里边 其实和戒严有区别吗 一点没区别吗 对吧 你换一个词一模一样嘛 戒严就是你不许动 我来弄 大街上你别给我出来 你不能抗议了 你不能游行了 你不能说别的事情了 你就得要团结在我的身边了 只要你不团结 整你啊 军警整你啊 警察整你啊 变相的 非常恐怖的 变相的 超级白色恐怖 在台湾就这么发生了 你说你打这个疫苗 有人说了 你打完这个疫苗 国际上认吗 认你吗 没用啊 白打 再者说 你那个台湾那个生物科学 生化技术 生物医药技术 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技术吗 你不是啊 你有最先进的生物科学家吗 你没有啊 你什么都没有 拿了一个 陈康烂骨子 在这去糊弄老百姓 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明明有一条路 能让老百姓 安全的生活下去 你就是不让 那这个原因就必须要去找了 他为什么不让台湾的普通老百姓 去打国外已经成熟的疫苗 而这些疫苗 现在证明是可以防治一定的病毒的 至少暂时是可以的 而欧洲打完了以后 他们已经开放了 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各个国家都买 连澳大利亚 什么新西兰 他们都买的疫苗 你台湾难道 你有比他们更高超的技术吗 你没有 没有的 你就是不让老百姓接触 不让这些疫苗来保护老百姓 这个就是 还用我说吗 杀人就是 报复 台湾 可怜吧 所以我觉得台湾这个事情还得乱下去 就这样的话还得乱下去 台湾人民的忍耐力也是还可以 到现在还忍耐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什么话都不说 可能大部分他们也没有办法 但是有没有一个能够血气方刚的正直一点人能跳出来呢 至少在台面上现在没看出来 那这个情况延续下去 我们再保持关注吧 看看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老百姓现在群魔无首 老百姓一天有点像这个一盘散沙一样 因为没有任何人有号召力了 都让他给打下去了 国民党是不会质疑猜猜的 柯文哲也不会用党的力量去质疑猜猜的 那其他就没了 那还有吗 没有了 民间是 新闻被封锁的 非常严满 老百姓透过一些自媒体 透过中天这样的网络媒体 还能发出一点点声音 但是你看那些媒体 你基本看不到 你比如说 他们放消息 当然我们这个网友里边也有 也有在我们这留言的 就说欧洲要开放了 有几个疫苗 打了几个疫苗以后就可以履行了 辉瑞啊 莫德纳啊 AZ啊 什么症啊 他可以的把中国的一支疫苗给不说 其实在这个欧洲所接受的 可以履行的这个疫苗里边 其实也有中国的疫苗 但是他在台湾 他放这消息 他就不说 他就把中国那拿掉了 这个东西都属于 说好听的叫误导 说难听了 总统府直接造谣 中国的疫苗打完以后 难道他不能旅行吗 他们欧洲是承认的 可是在台湾这儿呢 你看到那个版本就是没有中国那个 其实是有的 不可能没有 所以台湾这个新闻没法看 假新闻 假新闻的发源地 总统府 造谣 欺骗 造假 最高总司令 蔡格厄 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那下边 他要干的 都是跟民意是拧着的 他已经不需要民意了 我们在网上已经做了好几次民调了 对台湾的疫苗能打吗 90%都是不能 就是那么简单 但是呢 他就是强行让你打 我们看一看他下一步 他这个强行打这个动作是怎么个强行法 另外老百姓是不是 多数老百姓还是不明白呢 看不懂的 还得去打一打 打完以后什么效果呢 陈建仁也出来说他打了 我高度怀疑陈建仁打那个不是疫苗 高度怀疑他打的就是一个葡萄汤水或者盐水 或者根本没打就是帮财鹅来做秀来了 因为陈建仁是财鹅让他说什么 你就得说什么 乖乖宝 陈建仁也好林泉也好 乖乖宝 让你说一就不敢说二了 所以台湾这点事情 我们再继续保持关注吧 越不想说的话题还越得说 因为没话题了 没别的了 你看台湾这个中天新闻 24小时全是疫苗的事情 疫情的事情乱七八糟 你想听点什么别的事情没有 好吧 今天先说到这 我们继续保持关注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的观看